那下面说 我这五五种 苦者呢 有五痛五少 痛 是现实报 我们喝的很痛苦 烧是死了以后 三悟道的国宝 三悟道最严重是地狱 地狱是一片火海 所以叫烧 佛在这个地方 确定十悟心上 历苦的路 如果我们不能把 卧阴拔掉 我的果报 是决定断不了的 卧阴是什么呢 就是无 我们看下面 静音俗语 慧原大使 在义书里 无量寿经义书里面 所说的 无界所放 傻道 血淫 光云 饮酒 是其 无我 那 这先把无我说出来 第一个 杀身 这个问题 现在非常严重 全世界的人 每一天 每一天所杀的 这些动物 地上走的 空中飞的 水里面游的 一天 是多少呢 好像 联合过 有个报告 每一年 平均 大概是 三千 几百亿的 样子 这个数字 太可怕了 这杀动物啊 被杀 被吃掉的 第二个 杀人 一年杀多少 五千多万 联合过 统计的 这个杀人 是堕胎 单讲 这一段 平均 每一天 超过 十五万 杀人 不是杀别人 杀自己的儿女 佛法里面 讲我了 头一个就是杀了 杀身之我了 国报在地狱 这怎么得了呢 这些年来 四面八方 很多资讯 送给我 都说 化解灾难 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 素食 不杀身 第二个是爱心 真正的 你发心 能够爱众生 爱别人 爱众生 现在人连自己都不自爱 不知道爱 怎么会爱别人 一定要有爱心 第三个 一定要有定力 灾难 灾难来的时候 不惊 不布 你不害怕 不恐怖 就很容易 平安度过 他还特别说的 在灾难当中 死的人 大多数是被吓死的 所以 镇定 是保护自己 很好的方法 不害怕 你看 提出这三样 素食 爱心 镇定 说的很有道理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要学习 学着尊重别人 关心别人 照顾别人 主动去帮助别人 这好死刑 不求回报 我们帮助别人 都是尽一五 尤其是 真正肯发心 做出一个好的榜样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欲的好榜样 给社会大众看 功德 最大了 这真正的好死 那些女杀生 太可怕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